188 證券時報 槓桿脫困兩融魚雅降至1.4萬億 2015年7月18日古霸A.07兩融魚雅已站穩 機構認為,兩融魚雅短期出現大跌的可能性不僅取決於 全量至今是否有進一步槓槓桿的意願,同時也取決於 抄底至今的屬性和對後事的判斷。 證券時報記者談說本週除了千股漲停和千股跌停的奇觀之外 一個重大的信號是兩融魚雅在1.44萬億附近反復震盪 趨於其運,最近兩天,融資魚雅正由1.43萬億進一步 微降至1.42萬億,逐步逼近1.4萬億 追數互心A. 股本輪的大幅下跌 最初此的原因是中國證監會開始清查場外配製 對投資者而言,場外配支就像一個演出害戶 巨大而神秘,坊間全民最大的配支槓桿高達1.10分 者已經遠遠超過場內兩融槓桿1.2的比例 正因為配支比例過大,規模無法預估 管理層的清理引發二級市場對配支槓桿桿的恐懼 導致A.股大幅殺跌,在連續下錯之後 引發投資者對兩融市場的進一步恐慌 不過,在股指大跌超過25%的背景下 場內兩融魚雅的波動成為股指企運的重要指標 我們之前的研究表明,融資如瓦的變動即是市場表現的一個最後指標 信達政券研究員谷永圖說 西南政券研究員朱斌認為,從歷史數據內看 兩融資金與A.股指數高度相關 但兩融資金往往只能作為市場漲幅的同步指標 有時略微領先,有時最後 如今年3月至5月份的豐牛時期 兩融資金確實有一定先導性 兩融資金的加速約比股指上揚領先數天 但6月下旬這次調整 兩融資金的減少是落後於股指回調出正增長 雖然只有2.43億 但方向的調整表明市場的情緒已經轉向 而7月13日市場趨勢的進一步確立 後續資金入場速度和規模將有望加速 本輪探底反彈以來 考驗兩融成接力的一個重要因素是 停牌標的復牌衝擊 數據顯示 7月14日也就是本週二 單日融資正買入達到19.43億 這是本輪兩融如額調整以來 一個最積極的訊號在兩融轉向以後 出現最多的單日融資正買入 不過 這一變化盤隨著故事震盪而反復 。 人 creating �子 紫 電視 咪 電視 雜